乌克兰军队发动反攻 上万俄军在基辅附近被围 这一幕是真的吗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先生 近日针对乌克兰宣称 在多个方向对俄军实施了反攻的消息 美国福布斯网站发表大卫汉布林的文章称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已经停滞了一个多星期 虽然克里米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 坚称一切都将按计划进行 但事实是伤亡人数很多且不断上升 几乎所有的攻击方向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由于俄军前期准备的主力部队细数投入战场 几乎没有预备队可以投入 俄斯现在似乎陷入了僵局 在这种局面下 乌克兰政府声称正在采取主动 试图发动反攻 这位作者称 发动反击是可能的 因为俄罗斯军队没有穿过宽阔的战线 而是使用了主要的高速公路 且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护他们的后方区域 这给乌克兰人攻击脆弱的后勤线创造了条件 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会使俄军的装甲编队被包围 从而造成没有燃料弹药和食物供应 乌加大陆指出乌克兰军队的反击已经进行了几天 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约翰克比表示 乌克兰军队在南部的赫尔松地区试图重新控制领土 虽然进攻的力量不够强大 但是已经让西方看到了乌军的努力 克比说乌克兰人已经谈论这种反击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迹象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脸书上表示 基普已息的马可里夫重新回到了乌克兰的控制之下 乌克兰国旗在马可里夫市上空升起 更夸张的是乌克兰军队还包围了基普附近的布查 伊尔平和霍斯托梅尔镇 如果这是真的 那就意味着基普西北部的俄四军队现在被包围了 3月24日 乌加大楼已经证实 乌克兰军队已经成功的将俄罗斯军队推回到距离基普55公里的地方 一天前俄军还被确认大约在基普外围20到30公里之处 英国国防部表示 乌克兰军队现在有可能包围布查和伊尔平的俄罗斯军队 未经证实的报道显示被困在所谓的布查口袋中的俄罗斯军队人数大约为1万人 这位作者认为该说法似乎已被该地区的许多人所重复 但是无法核实 而且可能不准确 有一个现象是无法解释的 如果俄罗斯军队认识到自己被包围 为什么不突围 或者让其他部队前来解救他们 乌克兰军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基本上失 实际上没有实施大规模反击的能力 在装甲力量方面 还是俄军拥有巨大的优势 更不用说还有空中优势了 所以乌克兰军队利用俄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形式 放出可能大规模围困俄军的消息 很可能又是一场心理战 乌克兰需要这样的消息 需要给国民能够战胜俄军的信心 也需要让西方国家愿意向乌军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援助 现在的乌克兰战场已经变成了消耗战 俄罗斯军队虽然推进困难 但是长期拖下去 最先扛不住的恐怕还是乌克兰军队 有西方媒体统计 乌军的库存弹药已经快见底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再放出会反攻俄军的消息 估计也就是能够骗骗西方国家的民众罢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在俄乌战场上 还没有见到一场双方迎击部队之间的对决 何况一万多名俄军是什么概念 它是好几个旅的基业化部队 乌军现在有什么样的能力 能够包围兵元素高达一万多的几个旅的俄军呢 因此对这样的消息 恐怕我们都要通过认真的分析 才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